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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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宜蘭的中心文創園區 那是宜蘭縣政府扶植我們在地的青年 有一個文創的育成中心 那我的實體店面也進駐在裡面 那我進駐的店面的裝潢裡面 主要是以宜蘭的農業文化去做整個鋪陳 那有稻草跟整個都是大地設系的去襯托這樣 那這一個系列的話是我最新的創作 是宜蘭農田跟農夫的創作主軸去發想的一系列的商品 那這裡隔壁的話是我的品牌最初的設計的第一個系列的作品 那全部都是以手腳為主 就是這一區的話是一個洗霧的專區 那主要是因為我的產品都是用手工捏製的 所以在上右跟進窯燒的過程 難免會有一點小小的下沉 當然是希望這些產品可以不要有一些浪費的機會這樣 所以如果喜歡的朋友 當然不介意他外面有一點小小的下沉 還是可以購買 工作室除了有我自己手捏的產品之外 我們也有現場教授陶藝的體驗 今天為大家示範的是手腳日常的第一件作品 那是手腳碟 那主要是我使用的是黃土 那黃土裡面會加上一些宜蘭土跟一些熟料 進行練土 那練完土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先做碟子的部分 那碟子的部分就是先用木條把它擀平之後 用把它切成圓形的 那之後再把邊邊的部分 因為碟子需要比較圓潤一點 所以邊緣會用手沾一點水把它 潤成比較圓潤的邊緣 之後呢我們會再使用一個摩子 會再做手腳的部分 因為要讓它這個站立的方式比較穩固一點 所以那時候有特別為了它的手腳的擺放方式 是有特別設計過的 對 所以它前面的部分 手會比較開一點 然後後面主要的腳會比較站立 比較靠近一點 這樣在視覺上 從正面看也會比較可以一目瞭然 那最後就是把它們都聯合在一起 就完成了這一次的作品 這樣 那大家對陶藝的體驗一定會有一個科版的印象 我常常是覺得說製作上面是不是很難啊 或是在製作的時候是不是很多技巧 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上手 那大家都就是不要想太多 我覺得來做體驗的話 只要帶著一個想要來療癒的心 因為土它其實就是一個很自然的東西 那你可以透過雙手把你腦袋裡面的想法捏錯出來 我覺得在過程中是非常療癒的